进化史最大的骗局,误导人类40年,人类起源于哪里? 进化论需要解决人类的起源以及演化的历史过程,这项工作十分困难, 毕竟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本没有留下一些可以考证的资料, 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化石碎片来慢慢地拼凑出数百万年间已经发生过的事。 直到今天,关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依然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历史上还有人故意造假, 扰乱科学界的视线,欺骗了人类40年的时间。 在这40年间,关于人类的进化史可以说停滞不前, 因为当时所有人都相信了错误的结论。 无论是谁,包括科学家在内,都喜欢得到别人的认可。 有人是为了一时的快感,有人是为了生育, 有人是为了物质和钱财,但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但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一些不纯粹的目的, 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失去理智, 甚至失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失去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追求真理和严谨的态度。 如果一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出现了以上的问题, 那么后果就会非常严重。 古生物科学家查尔斯·道森对古生物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他和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质学馆长阿瑟·史密斯·伍德沃德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两个都对化石有着同样的热情, 但道森一直在古生物学界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职位和身份, 他只是一个业余的古生物学家。 虽然45岁的他在以前和其他人有50多篇的古生物论文的合著, 但是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发现, 不能让他一夜成名, 也不能让他在业界被认可为一个古生物学家, 更不能让他被评选为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 甚至连提名的机会都没有。 这可是道森一生的梦想。 1909年春天, 在好友阿瑟·史密斯·伍德沃德的来信中, 就能够看出他的焦虑和野心。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巨大的发现, 但似乎他永远不会出现了。 这句话中, 就能看出他诗意中包含着不甘心。 他将大辈子的时光都投入到了古生物, 但是没有人重视他的贡献, 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赏识。 这种不甘心的想法让他像是着了魔一样。 因此, 鲍森就开始酝酿了一个田大的计划, 他要制造一个生物学历史上最大的骗局。 这个骗局最终愚弄了科学界四十多年, 甚至扭曲了人类进化的过程。 这个骗局直到1953年才被人类识破。 当时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惊叹道, 造假水平机制高超, 在科学发现史上绝无其用。 这样的造假毫无道德可言, 也令人费解。 1912年的2月, 古生物学家阿瑟·史密斯·伍德沃德 又收到了查尔斯·道森的一封信, 这次信上的内容可不是拉架长。 信上的内容足以改变人们对人类进化史的定义。 道森说, 他在英国的苏塞克斯郡皮尔当镇附近的一个河流历史坑里, 发现了一块人类骨头的化石碎片。 这块化石可以证明人类的进化之路。 他希望伍德·沃德赶紧过来, 一起创造历史。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皮尔当镇有了惊人的发现。 除了一些额外的骨头碎片, 他们还发现了部分鳄骨、牙齿、动物化石和一些原始工具。 1912年12月18日, 他们在伦敦地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的发现。 这些化石在当时被定义为50万年前, 类人员到人类进化过程中缺失的一环, 也就是古生物界最最重要的过渡化石。 所以,这项发现足以创造历史。 这些化石被称为皮尔当人, 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人化石, 是人员到人类进化的中间过程。 因为这些化石有类似于现代人的骨头, 但是有类人员的恶骨和牙齿。 当时任门就认为, 类人员到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是大脑先行发育的, 而且皮尔当人也证明了人类起源于欧洲。 因为这个发现, 道森真的是一夜成名, 不仅能够实现他的所有理想, 甚至一度成为了古生物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你可能会回想, 为何当时的人不深入地调查? 因为在20世纪初, 世界的格局你应该很清楚。 欧洲列强们也想证明, 欧洲人比亚洲、非洲人更有优越的地位。 你看, 人类是最先从欧洲进化的。 所以, 发现第一个聪明的人类起源于欧洲, 完全符合当时偏见的期望。 结果就造成了道森的发现, 从来没有受到过认真的调查。 两年后, 道森进一步验证了他的结论。 他在同一个地方, 发现了新的石器, 其他的动物碎片, 以及靠近第一个坑的另一个坑里, 发现了像板球棒一样雕刻的一块骨板。 这些新的发现, 就彻底地消除了所有科学家的疑虑。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 对皮尔当人的发现, 就完成了古生物学的历史统治和改写。 1961年, 道森去世, 伍德沃德继承了他的意志, 把皮尔当人称为最早的英国人, 甚至出版了一本同名的小书。 包括当时, 英国很多的知名人士都表达了他们对皮尔当人的称赞, 说这是发生在大英帝国的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骗局终于被揭穿了。 1953年,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报告称, 皮尔当人头盖骨实际上是人类和星星骨骼的大杂烩, 不到720年的历史,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 这块头骨碎片是故意染色的, 有些用个染色, 有些用酸性的硫酸铁溶液, 通过做救后被放入坑中。 为了模拟人类牙齿的磨损模式, 甚至对黑猩猩的牙齿进行了人工的磨损, 并用牙泥来保持牙齿的位置。 科学家称, 设计骗局的人技巧高超。 近100年后的2016年, 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最终基于广泛的DNA分析, 揭示了这场骗局的罪魁祸首。 它的名字叫查尔斯·道森。 虽然真相被揭穿了, 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科学家们被误导了近40年, 因为这个骗局其他真实的发现, 比如在1924年发现的汤恩小孩, 要么被忽视, 要么被认为不重要。 此外, 这场科学欺诈, 削弱了公众对科学的信心, 特别是对那些谈进化论的科学家的信心。 道森是否单独行动尚不确定, 应该还有其他人的帮助, 但他对生育的渴望, 促使他冒着名誉危险, 误导了人类学几十年。 皮尔当人的骗局对科学家来说, 是一个警示故事, 要用科学的政治和严谨来面对新的发现。 那么人类起源于哪里呢? 很明显并非是欧洲, 目前认为是非洲大陆, 证据也是来自我们在非洲, 发现了最早的类人猿到人类进化的中间过程。 例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在南非发现了汤恩小孩头骨, 他只有七岁大, 距今有两百万年的历史。 在头骨上, 科学家们发现了类似于人猿的特征, 也发现了类似于现代人类的特征。 除了汤恩小孩, 还有在东非发现 距今三百万年历史的露西小女孩, 她已经具备了直立行走的特征。 除了化石证据, 我们现在通过基因手段, 也发现了除了非洲人之外, 亚洲、欧洲人身体内都携带了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这说明了人类走出非洲以后, 和分布在亚洲和欧洲的尼人发生了杂交, 而非洲人并没有这样的基因。 除此之外, 通过对歪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追溯, 可以发现, 人类的共同男性祖先 生活在距今十万年的非洲, 女性祖先 生活在距今二十万年的非洲。 现在,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 人类非洲起源的假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